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年底的九合一选战脚步已经渐渐近了 国民党现在确定提名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志恩来参选高雄市市长 要来对上的就是民进党的现任市长陈其迈 不过在30号有一份网络民调询问 你认为谁有机会当选下一届的高雄市长呢 截至30号晚间的是1点30分 有69.05%的网友认为柯志恩是有机会当选的 另外26.19%则是认为陈其迈一定会连任 好当然你看现在看得出来 整个网络的最新民调 其实柯志恩还是蛮有机会的 他在被提名不到24小时之后 人就真的到了高雄 和同党的市议员合体造势 场面看起来非常的热闹 不过现在已经有绿营侧翼 立刻攻击他在美国有房产 怎么可能还会一生玄命在高雄呢 对此柯志恩也批评了 侧翼还在用20年前的手法攻击候选人或者是他的家人 同时他也喊出了下架民进党就是所有在野党最大的期望 披上蓝银战袍柯志恩准备好了 才刚获得国民党高雄提名 柯志恩就履行24小时之内出现在高雄的承诺 跟同党市议员合体造势展现母鸡带小鸡的风范 这些议员平常就是深耕基层 然后扎根的非常的紧 我想我们是同样的一个协力 就一起来把这个五个月的时间 好好让高雄市民来认识柯志恩 不担心距离选举剩下不到半年 加大马力要扎根地方 面对韩流两集评论 柯志恩澄清没有切割韩国瑜 而是大力赞赏韩团队功不可没 高雄市前副市长叶匡时也看不下去 联盟帮柯志恩缓甲 包括韩市长那时候很多的政见 他要做一个review做一个讨论 因为时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 韩市长那时候最好的一些政见 而且还有延续性的一定会保留下来 一被提名就马上被问到 是否韩流回归 甚至连家人在美国制产 已被绿营拿放大镜检视 面对绿营测译柯志恩酸绿营要推陈出新 我就是不能够理解已经2022年了 为什么的测译 还是用非常多个人候选人的家人 大家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手法非常的粗糙 而且还没开始打 就把整个选战闹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泥框 我觉得民进党的侧意或许是要检讨一下 2022年的不要讲20年以来一贯的手法 应该换个新的了吧 网军攻击手法要换新 高手市长也想换人做 柯志恩对于被陈其迈称远来之客 他只求对决 怎么会远来是客呢 并当时隔阳都要隔边 陈其迈是才男出生的 陈局市长是宜兰来的 包括我们的很多人都不是高雄 我觉得只要你爱高雄 然后愿意在高雄里面来好好的一个经营 大家好好来做一个讨论 我想他应该乐观其成 那柯志恩也绝对不不不确赞 直球对决 喊出下载民进党是所有在野党最大期望 柯志恩选举肇事场面热闹滚滚 柯志恩一身选命为高雄 不会测意将他打成草包2.0 而是想拼命创造高雄2.0 解神贤李嘉宇高雄台北报道 好在台北选战的部分 民进党现在传出打算要征召 卫福部长陈时中来参选 前立委沈富雄在昨天通批 指挥中心的防疫政策 他说陈时中这么傻的人 想要做台北市长 他一想到就起鸡皮疙瘩 国民党也抨击 陈时中如果参选的话 那么就是落跑指挥官 对此民进党团干事长郑运鹏认为 这些人都是害怕陈时中会来参选 好不过呢 陈时中虽然强调自己的选战车票 都还没有买 但是呢光是从他最近淡出记者会 就已经被外界解读说 这是选战其手势 而且还想把防疫的重责 大人两手一摊 因此引发蓝鹰炮轰 根本就是虎头蛇尾 欢迎收听阿龙开港 找来王世间站台 道道地地成了福龙王 力推林家龙想必也是抓紧 陈时中防疫红利消退的时机点 不只是普遇所为 基本上这一波的疫情的防疫 陈时中彻底失败 你是一个失败的指挥官 你还有连要去参选台北市长 明明确诊数天天破问 如今又有猴斗疫情 坏山EUA谜团待解 但陈时中半只脚 已经踏上选战高铁 陈时中就此淡出记者会 难道参选意志 已经战胜防疫决心吗 怪不得林家龙会影射 陈时中的仇恨值高 不会的喜欢人我的也很多 仇恨值不是指说仇恨 虽然我这个脉络里面 没有指特定的人 但是如果有引起这样的一个误解 我也会跟陈时中部长 打个电话来跟他做致意 只是仇恨值消不消退 也不是林家龙的道歉 说了算 原本民进党要拉黄打奖 结果玩火自焚 黄珊珊蓝绿通吃 让陈时中的民调多次垫底 殊不知啊 因为陈时中自己实在是太弱了 导致呢连绿营的人 自己都投不下去看不下去 那当然呢就会选择弃城而保皇 如果黄珊珊是能够一直稳定 保持第二名的话 也很有可能最后关键棄保 让他得力 陈时中俨然还活在过去 顺时中的岁月静好 一旦潮水退去 虎头蛇尾的防疫表现展露无遗 如今民进党忙着洗白陈时中 以为降低存在感 就能顺便拉低仇恨值 但台北市民真的这么容易 就买单吗 这段据远林陈佑台北报道 好 卫福部长陈时中 弃职参选已经确定了 几乎是大致底定了 当然民进党的核心人士 主要就是承认说 正朝这个方向来做发展 我们来看到 这是中国时报 在今天的社论提到 目前的规划是陈时中 获得提名之后 辞去卫福部长 还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一指 当然这个安排 似乎看起来筹谋已久 国人大部分都觉得不太可行 因为现在疫情 其实还是蛮险峻的 每天的确诊 还有死亡人数 虽然比高峰期略微下降 但是指挥中心 还没有达到这个解散的阶段 陈时中就连现阶段的任务 都还没有达成 就要劈起民进党的战袍 去参选台北市市长 因此社论当中的论点 是认为说 他在落跑之前 其实应该先把责任 全部都交代清楚 年底的桃园市长选战 我们来看到 还没有请辞的新竹市长林志坚 他坐在新竹市政府的招牌下 畅谈自己对于桃园的选情 还有前景 不过面对空降 以及落跑的质疑 林志坚他再度强调 以民调来看 市民其实并没有这种想法 好不过呢 新竹市议员李国璋 他批评了 别人空降 才叫做空降 别人落跑 才叫做落跑 这标准的民进党 就是双标党 7月将持却市长职务的林志坚 出席市府活动 正在倒数中 无论是代理市长的人选 或者是我离开新竹市的时间 都会落在7月 新竹市长还没做完 背后正对着新竹市政府招牌下 畅谈桃园选情和前景 用指定接班人姿态出场 新竹市民对于新竹市政府的施政 满意度都在7成到7成5 所以我觉得市民是没有这样的想法 那这个说法其实已经沦为对手 攻击的一个政治口水 他大概都忘记了 上一届空降的两名子弟兵参选新竹市议员 这一届还要再空降一名 他自己到桃园可以选 别人来新竹就不能选 他自己就不是空降 别人就是空降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的双标党的一个标准 想空降选桃园将成为落跑市长 而身边的新竹市副市长沈慧宏 也将落跑选新竹市长 再次证明绿能我不能 以口口声声讲说要推大新竹合并 你答应新竹人在前 那显然政治上破局之后 你就另谋出路 所以你当初开出来的愿景跟期待 显然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 去做的政治安排 所以你不只是个落跑市长 你还是一个政治诚信 有问题的跳票市长 回力标再次打在林志坚脸上 而四十七岁的林志坚 面对对手张善政六十八岁 堪称是科技部长 对上科技新贵的世代竞争 市长的民调是领先张善政一段距离 而且在逐步的扩大 那不过我觉得就选举来说 还是要步步为营 按部就班 找不到出路的林志坚来当郑文燦的小弟 这个大的郑文燦在桃园乱开支票当骗子 那小弟就来当车手 我想这种政治安排大家都看在眼里 林志坚不管怎么澄清 却难摆脱落跑空降 诚信跳票的纠葛 到底要如何向选民交代 难题还在后头 记者瑜伽豪 年成轩他也报道 水神抗菌液呢 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呢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淫的 推荐代码cti我发发号可以有折扣喔